所謂的事件處理 指的是在表單裡面發生的任何狀況 當他哪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他才去執行這個Sug OK 所以他有點是什麼呢 因果關係啦 這個是一個因 後面這個就是一個果 這個果的話就是執行這個動作 所以呢特別注意 那另外特別注意你程式 像有些同學直接把什麼 把程式複製 雲端上也有了 好像直接把它貼到模組裡面 特別說這個是一定不能執行的 因為他的基本規則是一定在表單裡面 寫這些程式 OK 所以可能要注意一下 跟前面我們寫的方法 邏輯一定是不一樣的 好 那這個第一個就是說呢 這些程式都不是自己寫的 尤其開頭部分 然後Add Item 那我們當然啟動的時候呢 就會把那個項目的部分呢 自動加到裡面去 啟動表單 剛剛的東西下拉清單 選擇 來哪一個業務 按確定 那如果我希望去按確定的時候呢 他可以自動幫我 我換一個啦 產業別 按確定之後呢 底下的這一些 也可以幫我做批次的處理 是針對產業別 OK 底下跑了 然後產品一樣 這邊底下也跑 那你如果 客戶名稱 底下也會跑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當然喔 有部分 你會想說那這個地方呢 該怎麼樣可以 當他選了其中一個 選了一個對不對 我按確定 那確定的話呢 實際上也會觸發一個 一個事件 什麼事件呢 就是Click的事件 點擊他嘛對不對 然後呢 你就把程式寫在那個 Click的那個 事件裡面 那接下來當然你需要做什麼 做邏輯判斷 邏輯判斷 比如說因為我這邊總共上面呢 有四個項目 但是這個項目裡面呢 還有一個請選擇 所以裡面總共有五個項目 那可是我要怎麼 當他選了業務的時候 我就跑什麼 跑業務的部分 那因為前面有寫過那個 共用程序 所以其實喔 表單也可以附加那個 共用程序 所以基本上 程式並不會非常複雜 那叫Call 如果他選了業務的話 那我就Call 等於是跟前面寫業務的方式 是一樣的 OK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寫 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第一個呢 當然一樣 如果我要在那個表單裡面呢 寫這個 這個按鈕 點他兩下 第二個的話呢 在這邊寫一個邏輯 那邏輯的話怎麼寫 基本上呢 當然 在前一個階段 我們入門班裡面有提過 就是做那個多重的邏輯判斷 當然有一重 有兩重 有多重 所以呢 如果說我今天可以判斷什麼 if if什麼呢 我要去抓一下那個 就是下拉清單裡面 當這個使用者下拉的時候呢 他怎麼樣呢 他會告訴我 他選哪一個 那怎麼告訴我呢 可以透過CB01.TES 點TES 點TES的意思說裡面 他選的是哪個項目 如果等於什麼呢 等於業務的話 那我做什麼 比如說這邊的話 他選的業務 那我要針對業務這個部分呢 給業務部分要做什麼處理 然後再來什麼 再來如果選了產業別 那業務的話呢 我先把這個andif先加上去 習慣上是先加andif 如果是選業務的話 那我就做什麼 call 其實跟剛剛一樣 筛選業務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一樣 剛剛 我剛剛有一個P次筛選 所以這邊一樣的方式 P次筛選 錢瓜壺有沒有發現 在表單裡面呢 也可以呼叫的到 那清單的話 在A欄裡面 然後做什麼 逗點幫我查哪一欄 查第三欄 OK 那業務OK之後 其他呢 所以再來的話呢 是產業別 產品客戶名稱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記得就是要做多重 那多重的話呢 第二個記得 其實你可以把上面這兩行 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只要做一件事 前面記得 如果第二種可能性的話 在if前面呢 加上else ok else if 如果他裡面呢 是產業別 那我就做什麼呢 這邊把它改成b 這邊把它改成4 查迪斯蘭 那再來第三種呢 還是一樣 所以你可以把這兩行複製 貼上 這個是產品 這個是 客戶名稱 那剩下來的 else else有幾種可能呢 就是 可能他先選擇那個點點點嘛 對不對齁 或者是說呢 他什麼都沒選 空白的 那怎麼辦呢 else 就是除此之外 可能的其他例外 情況的話 那我做什麼呢 要不你就沒寫 不過要不然就寫一個什麼 意思就是說齁 直接就跳離了 不要理他 因為他根本什麼事都沒做 或者他做了選的項目呢 是一點都沒有相關的齁 那這邊把它呢 把它做一下 產品 這個是 客戶名稱 這邊改成c 這邊改成d 這邊改成5 第5欄 客戶名稱是第12欄 OK 程式寫完了 應該可以理解吧 所以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 等一下特別注意 事件 特別注意 表單設計一定是事件驅動 點他兩下 他會跳出 因為我剛剛這個 也沒改過名稱好了 假設因為我另外一個檔案 comment button 1 click 就是這個按鈕被click了 那就 做裡面的這些事情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如果你做完之後的話 啟動 選擇什麼呢 業務按確定 你會發現底下業務就OK了 如果產業別按確定 產業別OK 那這樣的話呢 等於是 再去呼叫我們剛剛的那個 共用的程序 所以基本上 共用程序很重要 主要就是說 他除了可以給 這個我們程式其他部分 使用之外 表單也可以使用 那可是問題呢 再來就是 客戶名稱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有52個項目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最好可以做出一個效果 什麼樣的效果呢 我把它藏在這邊 就是一個狀態條 這個狀態條 我先弄一下 各位看一下 業務按確定 有沒有 這看起來效果 不是那麼明顯 客戶名稱 可能比較明顯一點點 有沒有 他就會針對 你跑的這個進度 會自動給他填上顏色 那這個怎麼做 會不會很困難呢 OK 待會再來看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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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